我走進去那台啊 蹬 今天為什麼只有我們兩個人呢? 因為其他人都要上班 上班是禮拜五翹班啦 因為聽說下週要開始下雨了 我們想趁著還沒有下雨的時候 出來玩一波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到嘉義的一個 秘境中的秘境 這裡應該是嘉義水質最好的地方 看這邊就不一樣啦 哇塞這個水真的好清澈喔 我真的要周回我之前講過的話 水只要離開嘉義都是清澈的 嘉義竟然有這種水超透的 這裡的水真的超清澈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順著真文溪往上 然後到真文溪跟烏騎哈溪的交界處 那邊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復步深潭 非常適合玩水 也很多地方可以跳水 剛才就是順著那個小徑從這邊下切到河床 哇有魚耶 好多魚喔 哇 好大喔 哇塞 哇好扯喔 這裡就是嘉義一個很有名的一個部落 達納伊古 非常漂亮的地方 這裡的溪就是一個高山過魚的保護區 就是我們平常在溪邊會看到的那些苦花魚嘛 啊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苦花魚耶 我現在看到頭在站錯上 天啊 這裡嚇到我了 這跟我們平常的嘉義不太一樣喔 我沒有想到一開始這裡就讓我這麼驚豔 刷新我對嘉義的觀感水只要離開嘉義 都是清澈的 這裡真的好美好漂亮喔 那我們現在就順著這個真文溪往上走 大概三公里 對我們來講應該一個半小時可以到啦 前面有人堆了引路石了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選擇高繞 有陣子不好走都是大石頭 又是一個巨石鎮的地方 走起來好累喔 我感覺全身充滿力量 晚上可以多拼三次 欸這裡有個洞穴耶 哇超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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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有沒有看到那魚超大 欸真的不誇張 那魚目測大概有三十多公分啊 這石頭上面都有化石耶 什麼植物啊 上面長滿了流星錘 如果你知道這是什麼植物的話 麻煩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好像每次去野外都不認識一些野外的植物 你不是號稱南台灣最強的植物專家 我都是用APP的 讓它可以拍照都可以知道說 植物是什麼 這個很神奇 哇那邊有一潭耶 欸那一潭也很漂亮耶 哇這池好漂亮喔 這個好像很適合玩滑水道耶 現在我們要來玩這個滑水道了 看起來超好玩的 這個水量剛剛好 這個滑水道真的是太刺激了 後面應該更好玩吧 那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這個真的好好玩喔 哈哈 這一段啊石頭路比較小 可是也很不好走 不知道我膝蓋好痛 為鼓勵站住我嗎 幹嘛也可以 欸這裡的石頭都很酷耶 最近最流行的網美景點 波波草 我們大概走了一半吧 這裡真的讓我們很驚豔耶 真的沒想到嘉義有水這麼輕的地方 漂亮的蝴蝶 藍色的 這裡算阿里山啊 他們有蠻多實驗小學 他們實驗小學的自然課 據說都是在戶外上課 可以就直接在戶外學習到 真正的自然課 哇賽 這個魚怎麼這麼多啊 這些魚好像就在河裡面玩 極速領域一樣 超多的 而且超快 其實那邊好像比較好走耶 其實那邊好像比較好走耶 呵呵 哇 這裡 那時候會看到這個地方 是因為 看到網路上有一個 美國人 他都用著 衛星地圖啊 還有空拍機 在那邊找秘境 我就覺得哇 嘉義竟然有這種地方 超漂亮的 那個人就是小飛 那我們又期待一下 看小飛要帶我們去哪裡冒險 希望不要太硬啊 哇 前面這山好像大坝間山的感覺喔 我們快到了 剛才看的地圖 真的是前面的彎道過去就是了 這是誰的腳印啊 沿途都會一直看到這種大便 不知道是什麼動物的大便 其實我們剛才應該早就切來左邊這邊了啦 右邊真的有點難度 可是相對之下 也蠻好玩的 就在前面這個彎道了 欸看到了看到了 超期待裡面長怎樣的 哇哈哈 太酷了啦 超級漂亮 嗚 天啊 超級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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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一次在嘉義看到這麼清澈的水 真的太清澈了 高清 今天真的翹班扣錢值得啊 哇塞 上面超清澈 那我們今天烏騎哈西瀑布的行程就到此告一段落咯 我們就是烏騎哈西瀑布的行程 再次见到下次 我們現在準備要下山囉 好久沒有包場了 跳斑就是有這個好處 這個路程說難不難 說簡單也不簡單 這個地方好累喔 就是大石頭不好走 沿途還是有垃圾喔 我們有把它撿起來了 誰的寶利丹 放了拿 帶回家來跟我認履 享受喔 誰的八寶洲啊 八寶洲跟保利達找澳洲都認定喔 所以你來的時候記得垃圾都帶走喔